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三个人是内地人 一个人是台湾人 警方清晨近六点接报 那四个男人在观塘工业中心一期 一间派对房间聚会的时候 被大约十个男人闯入用刀指吓 又被胶条袭击 其中一个人被迫转账11万给施杂者 也有人被劫去大约9万元的财物 包括手机和现金 消息说其中一个事主 和其中一个施杂者认识 由对方介绍对派对房间消遣 四个事主报称来香港观光 消防处在元朗倒破一个非法加油站 减博大约5600公升的柴油 市值超过13万 消防处突遣队人员中午在平下路 发现一架持牌的油缸车和大批入油工具 并且截查一个怀疑和案件有关的男人 他涉嫌违反危险品条例等罪将会被检控 消防处已经暂停涉案油缸车的牌照 并且检走有关柴油 将会向法庭申请充公 在新修订的危险品条例之下 柴油的一般豁免量是500公升 任何人如果制造、储存、运送 或者使用超过豁免量的危险品 都需要领牌 厨房就呼吁市民 不要光顾非法加油站 大学联招结果公布 15700多人获取鹿 中大和港大取录了9个状元 大部分都入读医学院 也有运动员经顶尖运动员入学计划 入读港大 金介民平时有10个状元 当众8人是超级状元 香港大学录取了其中4人 另外亦录取了23个顶尖或精英运动员 曾经打破100米跨栏香港纪录的白海民 经顶尖运动员入学计划 以最佳6科43.5分 考入港大内外传科医学时 作为运动员 我们不少会遇到伤患 我自己都试过 小子可能就这样咬柴 或者大致拉伤 拉伤人带等等 我自己对运动医学 骨科等等都很有兴趣 由中学开始 因为我都是早上上学 早上放学就要去连接 港大2013年曾经承诺 七成半学雅经大学联招取鹿 被基层学生有上楼阶梯 不过至今仍未达到 今年295个学额 经联招入学的 只有一百五十五人 不够六成 其余经IP课程 校长推荐计划等途径取鹿 国际趋势是越来越不会 只是看一个考试的成绩 我们当然仍然希望 在基层方面帮助他们 扶持他们 但同时间我们要维持 我们有一个高的标准 无论他是用联招 又是非联招来的话 我们都欢迎的 生学年起 八大非本地生学额比例 由两成增加到四成 港大表示 目前相关修身比例 已经接近四成 认为要达到四成 校园需要有更多空间 和设施等的支援 中文大学就取录了五个状元 包括哪吒书院的陈宅峰 性药室书院的廖进祥等 全部入读医学院 这一届文胖市 考我入读大学门栏的 有17,600多人 39,634人申请大学联招 15,776人获正式轮选取六支架 当中八成七申请人 获派授三致愿 无线电视记者 何思已报道 特首政策组专家顾问 郑永年提出 旧建议香港plus为主的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模式 即采用香港金融 法律等与国际接轨的标准 发展大湾区共同市场 记者陈卓康在深圳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 早前述团访问东盟三国 推广香港的专业服务 特首政策组专家顾问 内地政治学者 郑永年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指出 在当前地缘政治局势之下 中国需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从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 特别是人民币结算 和专业服务方面 仍然具有很大优势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提到发挥一国两制优势 巩固香港在国际金融 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 并提到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 郑永年说三中全会的决定 强调制度性开放 而知识产权 医疗 数据管理等正正就是香港的强项 香港未来要持续发展 必须与广州和深圳等取长保短 采用香港金融法律等 和国际接轨的标准 发展大湾区共同市场 他特别提到本港再工业化 因为没有必要再花费大量的成本 在本地进行成果转化 而是应该加强结合 珠三角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 减少恶性竞争 我最近一直在提倡 就是做香港plus 香港plus 如果我们能把粤港澳大湾区的 基础科业的能力 能统筹协调发展的话 我个人觉得 可以比美国的凯利福尼亚 可以比一比 但是现在还没有融合 我们很多的国家实验室 香港也有 但是大家都是孤岛 互相不开放 那么这个主要融合胜的反正 郑永连在访问里面有提到 港深之间的人员流动频繁 但是远远不够 他会向当局反映 将港车不上的范围 由现时广东省 扩展至内地31个省区 无线电视记者陈昌 在深圳报道 被内地传媒称为 中国版星链的 低载卫星互联网项目 清凡星座 首批18粒国产卫星成功发射 计划在2030年年底之前 完成发射过万粒的卫星 建成可以覆盖全球的系统 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 星期二下午2点42分 在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执行第一次商业发射任务 以一战18星的方式 将千帆星座18火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 因此报道指 目前传统的陆地移动通讯服务 只是覆盖不到6%的地表面积 要将互联网服务覆盖全球 包括沙漠、海洋等等 成本比较低的低轨卫星技术 去发展方向自日 大数据的传输的话 是一定要有一个低轨的 这样的宽的通信网络系统 比如说在地质灾害的时候 在紧急危险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及时的 连到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系统上去 我们将来的通信的系统的速率 通信的这个覆盖的用户数 会越来越多 将来可能实现万物互联 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项目负责人和 千帆星座项目采用多层 多轨道分阶段实施的星座设计 预计今年之内发射过百火卫星 去到2030年年底 建成由大约14000火卫星 构建而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卫星的生产线也都智能化 以应付密集的发射要求 这种快速研制 包括我们现在的平板卫星 这种堆叠发射 从结构设计到单机的设计 采用了全数字化的一个方法 在生产的这个环节 相当于我们也采用数字化 给自动化测试的这个方法 目前那条生产线 每年可以生产300伙以上的卫星 未来可以满足更大规模 甚至一箭36星的发射需求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广东珠海有房屋倒塌 三死一伤 据报涉及煤气爆炸 位于斗门区井岸镇 两层高的民居倒塌并且传出巨响 冒出大量粉尘和浓烟 事发在星期二下周近五点 四个人一度被困 其中三个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 另外一个人轻伤 内地传媒报道 初步判断是由于煤气爆炸 导致房屋倒塌 具体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 回来新闻时间 海关检获一批怀疑大麻花 拘捕一个男人 被捕的41岁男人黑暴蒙头 被带回去海关总部调查 海关星期二晚在红磡一带 进行湿毒行动 折查一个男人的时候 在他手持的环保袋里 检获大约一公斤怀疑大麻花 于是将他拘捕 又在一个疑犯位于佐东 追逐租住的分租单位 手获3.5公斤怀疑大麻花 共值大约120万 被捕的男人 报称是地盘工人 被控两项犯运危险药物罪 星期四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港股跟随外围做好 一度迫近万七点的关口 港股连跌四日之后 又有反弹 大市高开37点之后 升幅扩大 五市最多升340点 但逼近十天线又阻力 收市升230点 报16877点 成交956亿 暂时港股的走势都比较反复一点 虽然经历了一些下跌 到这一刻来说有分点反弹 但论整体的弹幅或弹力上看 都不及外围或者拘捺一些股市 都发现港股方面可能比较跟着内地 或者内地经济的前景去走会比较多一点 而这一点其实大家暂时都比较偏审神一点 所以短线来说就算港股再弹也好 上面望着17200的水平 我觉得要站稳得到这些位楼上 才可能再退高多一点 科网股有份支撑大市 腾讯和阿里巴巴升1%到2 三统友齐升2% 公用股有支持 华润电力升4% 电能实业和长建升2%到3 齐建超过一年高位 上半年多赚2.3%的福耀玻璃上升7% 中国铁塔第一次派中期息 股价升3% 国泰上半年少赚1.5% 午后到跌百分之2 无线电视记者你保证不到 全炭九州股市的表现 三大股市是全线向上 联敦富士100指数升64点 巴勒击指数升96点 德国的指数升186点 其他消息 今年初波音一架737 MAX 9核机 起飞无奈仓门飞脱 波音高曾表示将会改良飞机设计 以防同类事故再发生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星期二就事故在华盛顿召开听证会 负责品质的波音高级副总裁 伊利沙伯伦博 波音正是研究如何防止舱门 在门山未有固定的情况之下保持关闭 但未知何时完成重新设计 今年一月 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9核机 在飞行期间一只舱门飞脱 初步调查相信是几个用来固定舱门的 罗山维修之后未有重新装上 热带风暴大腿吹窄美国东南部 最少6个人死亡 堕住地方严重水浸 热带风暴大腿吹窄美国佛罗里达州之后 移至坐治亚州 连日强风加上大雨 坐治亚州有大雪塌下 窄中一间房屋 一个19岁男子死亡 坐治亚州撒凡纳市24小时内 录得超过300毫米的雨量 导致水浸 消防员出动小艇 够出被洪水围困的居民 又运送食水和物资 被不愿意撤离的民众 大比早前吹窄佛罗里达州 部分地区严重水浸 水深高达64厘米 有商店损毁严重 今个星期都要暂平营业 截至当地星期二早上 佛罗里达州和坐治亚州 仍然有超过15万用户停电 气象部门预测 大比稍后会移向坐治亚州离岸 风力会稍微增强 星期四在南卡罗里纳州再度登陆 预测会为当地带来 至少380毫米的雨量 南卡州柴伊斯顿市实施宵禁 并且已经封闭道路 只是允许紧急救援人员 和关键纲位人员通过 北卡罗里纳州 和鄰近的福根尼亚州 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总统拜登下令提供紧急援助 被受封灾影响的州份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彤报导 警方是沙田票控海行人路 踩单车的市民 大学联资结果公布 中大和港大取六九个状元 何锦丽挑选明尼苏达州州 州长沃尔以资做竞选拍档 大家好,我是黎在山 警方展开特别执法行动 打击不专注驾驶 和违法在行人路踩单车等的行为 事前不会有口头警告 在沙田围沙角街和日泰街的 这个十字路口 一早已经有不少警员 有市民沿着单车竞踩单车 但是去到尽头 仍然继续踩上行人路 警员立即截停 票控踩单车的男人 目测整个上午 这里大约十个人被票控 行人路是可以踩单车的 为例在行人路上踩单车 初犯可以被判处罚款二千元 再犯可以罚款和监禁三个月 有市民说知道有执法行动之后 会谨慎一些 单车一出来就过马路 我当然会踩多两步 尤其我的脚痛那些 你一下来撞 膝头就会痛 好像现在要踩单车 没办法在这里代步 没办法的 每个地方我都要停 就会很惹的 因为你踩出马路没办法 我们避不了 那日后自己怎么样小心一点 我自己小心一点 怕发泉 有单车带头和注意安全那些 警方同日也针对驾驶者超速驾驶 和驾驶的时候 使用手提电话等的行为执法 警方早前说 上半年有近400人 因为交通意外死亡 或者严重受伤 因为市民轻视安全风险 因此展开特别执法行动 事前不会有口头警告 警方也都呼吁市民 要遵守交通规则 包括留意道路标志等等 未来除了会继续执法 还会联同道路安全议会等 加强宣传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大学联招结果公布 15700多人获取六 中大和港大取六九个状元 大部分入读医学院 也有运动员经顶尖运运动员入学计划 入读港大 今届民平时有十个状元 当众八人是超级状元 香港大学录取了其中四人 另外也录取了23个顶尖或精英运动员 曾经打破100米跨栏香港记录的白海民 竟顶尖运动员入学计划 以最佳六科43.5分 考入港大内外全科医学时 作为运动员 我们不少有时遇到伤患 我自己都试过 小子可能就这样咬柴 或者大致拉伤人带等等 我自己对运动医学 骨科等等都很有兴趣 由中学开始 因为我都是早上上学 早上放学就要去连接 港大2013年曾经承诺 七成半学额经大学联招取六 被基层学生有上楼阶梯 不过至今仍未达到 今年295个学额 经联招入学的只约155人 不够六成 其余经IB课程 校长推荐计划等途径取六 我们当然仍然希望 在基层方面帮助他们 扶持他们 我明白我们是政府之助的 我们应该尽量去收 最多的本地生 或者是最好的本地生 但是同时间 我们觉得我们用了纳数人的钱 我们应该是训练一些 最好的人才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是 一直都是拿着标准 就是宅优而乐 生学年起 八大非本地生学额比例 由两成增加到四成 港大表示 目前相关收生比例已经接近四成 认为要达到四成 校园需要有更多空间和设施等支援 中文大学就取录了五个状元 包括拿沙书院的陈泽峰 性药室书院的廖进祥等 全部入读医学院 这一届文碰市 考我入读大学门栏的 有17,600多人 39,634人申请大学联招 15,776人获正式轮选取录资格 当中八成七申请人获派首三志愿 无线电视记者何思义报道 内地七月份进出口增长都达到7% 头七个月外贸规模 创同期新高 内地出口连续四个月录得增长 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 七月份的出口按年上升7% 低过市场预期 进口就扭转跌势 上升7.2% 远高过市场预期 其内贸率顺差846亿美元 以人民币计价 七月份的进口和出口 都按年上升超过6% 贸易顺差是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 终合头七个月 进出口总值24.8万亿元人民币 海关总署表示 外贸表现保持运忠向好的态势 7月大月进出口同比环比均增长 同比增速连续四个月保持在5%以上 有分析相信内地出口可以维持高单米数的增幅 看到进出口的数字可能有些偏差 但是这个是因为大家想提早去出口 累积着存货先 这个不代表经济有什么问题 或者出口形势有什么问题 是针对美国大选的日期 作出的一些策略性的调整 如果我们维持到现在这个动力的话 下半年出口还有高单位数的增长 应该可以维持到的 头七个月内地出口的机电产品 有8.4万亿元人民币 占整体的出口总值5.9% 当中汽车增长近2.1% 手机出口下跌1% 林俊文表示 如果美国向中国出口的电动车加征关税 对出口的影响 会在明年的下半年才会显现 母亲电视机长吴杰正报导 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的美国副总统何锦麗 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 玉尔兹做竞选拍档 两个人第一次一起出席竞选活动 分析就认为 何锦麗选择玉尔兹做副手 是想争取白人劳工阶层的选票 美国副总统何锦麗 星期二公布明尼苏达州州长 玉尔兹为副手之后 两人首次同台 出席在费城的竞选活动 何锦麗重申这一场选举 不只是对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 而是为未来而战 强调鱼尔兹正是他所尋找的 在席竞选择玉尔兹 何锦麗选择玉尔兹 何锦麗提到玉尔兹任职州长的政绩 包括在最高法院推翻 保障妇女态胎权利的罗素韦德案裁决之后 出大选将会令到有关措施 扩大至全国 玉尔兹致辞的时候 批评特朗普任内製造混乱和分裂 他又将矛头指向特朗普的副手曼师 两人都来自美国中部 玉尔兹说逼不及待想和对方辩论 60岁的玉尔兹曾经在国民警卫队 复役24年 从政之前在明尼苏达州一间中学任职教师 和美式足球教练 2006年当选明尼苏达州国会众议员 2019年起出任州长 分析说贺锦丽选苏尔兹做拍档 是为了巩固威斯康星 默契根和宾夕法尼亚州等 上中西部地区的选情 争取百人劳工阶层的选票 不过美国多间传媒联合文调就显示 出成一的受访者都没有听说过苏尔兹 另外有一成七人对他持正面看法 毛线日记者何英桥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被内地传媒称为中国版星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项目 千繁星座首批18粒国产卫星成功发射 计划在2030年年底之前 完成发射过万粒卫星 建成可覆盖全球的系统 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 星期二下午2点42分 在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执行第一次商业发射任务 以一战18星的方式 将千繁星座18粒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央事报道指 目前传统的陆地移动通讯服务 只是覆盖不到6%的地表面积 要将互联网服务覆盖全球 包括沙漠、海洋等等 成本比较低的低轨卫星技术 去发展方向之一 大数据的传输的话 是一定要有一个低轨的宽的通信网络系统 比如说在地质灾害的时候 在紧急危险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及时的连到这样的互联网系统上去 我们将来的通信的系统的速率 通信的覆盖的用户数会越来越多 将来可能实现万物互联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 项目负责人说 千繁星座项目采用多层多轨道分阶段实施的星座设计 预计今年之内发射过百火卫星 去到2030年年底建成由大约一万四千火卫星 构建而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卫星的生产线也都智能化 以应付密集的发射要求 目前那条生产线每年可以生产300伏以上的卫星 未来可以满足更大规模 甚至一战36星的发射需求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南海争议持续之制 解放军在黄岩岛附近组织联合战旬 菲律宾就联同美国、加拿大和澳洲 第一次在南海举行联合演战 中国及菲律宾近年因为主权争端 多次在南海发生冲突 除了人外交另一争议地点是黄岩岛 解放军南部战区星期三 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旬 以检验战区部队侦察预警 快速机动和联合打击能力 强调一切在南海搞局制造热点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军事活动 尽在掌握之中 因应解放军活动 广东海事局提前发布航行警告 禁止船隻在星期三到星期五早早8点到下午3点 进入南海部分海域 说会有实弹射击 解放军组织联合战旬的同时 菲律宾星期三开始 亦都联同加拿大、美国和澳洲的海空军部队 第一次在南海战开为期两日的联合军演 以强化合作和协同能力 有菲律宾军方官员说 海军军舰和战机将展开反潜作战等演习 根据四国联合声明 演习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展开 以显示他们强化地区和国际合作 支持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 声明没有直接提到中国 但从新荷兰海牙尝设仲裁法院 2016年对南海的仲裁是最终裁决 具有法律约束力 菲律宾上星期已经先后和美国以及日本 在南海展开联合海军演习 预计来近星期五菲律宾和越南的海岸防卫队 也将在马尼拉湾举行联合训练 无线电视记者 尋为三部导 美国和澳洲举行部长级初商 同意共同生产制度武器 供应给印太地区盟友 美军并且将会增加在澳洲的部署 会后联合声明 关注中国军方和海警 在台湾周边的活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国防部长奥斯丁 星期二在马里兰州和澳洲外长黄英言 以及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 举行美澳部长级初商 讨论印太地区安全等议题 布林肯强调澳洲和美国的伙伴关系 在印太地区安全方面的重要性 奥斯丁说美澳双方面对共同安全挑战 包括来自中国的脅迫行为 说美军将增加在澳洲的军事部署 涉及海洛空三方面 也都会安排轰炸机进行更频繁的轮調部署 马尔斯认为美军增加在澳洲的部署 有助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威胁力 美澳双方同意明年共同生产制度武器 包括制度多管火箭系统 供应给印太地区盟友 并将推进澳洲北部和西部关键空军基地升级 有关基地相对靠近和中国在南海的潜在爆发点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重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以及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共同立场 呼吁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而非透过威胁使用武力或进行脅逼 又说非常关注中国军方和海警在台湾周边的活动 双方也都重新会共同努力 支持台湾在国际组织中有意义的参与 并承诺进一步深化和台湾的交流合作 声明又强调和中国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以避免误解或者误判 中方之前多次表明 反对基于小圈子的军事合作 又强调如果真正想维护台海和平 就应该支持中方的正当立场 坚决反对一切台独行径 无线电视记者陈玉山报道